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靴子终于落地了 63比36票通过 美国违约风险得已终结 标普和纳指涨1% 其创9个半月的最高 这份拜登与众议院议长迈克西达成一致的法案 将把债务上限暂停到2025年 意味着违约的威胁将是下一任美国总统需要考虑的问题 拜登和迈克西都认为自己是赢家 但这也让拜登和迈克西付出了一些政治代价 他们遭到了部分议员的攻击 趁他们在谈判中放弃了太多 接下来 拜登将签署并发表演讲 对所有人的努力进行再次肯定 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国会第103次调整债务上限 目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又为31.46万亿美 占其国内施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20% 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9.4万美元 法案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年初 并对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开支进行限制 宏观数据方面 本周最重要的数据出炉了 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 美国5月非农券人数大增33.9万人 为2023年1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大超预期的19万人和前值的25.3万人 几乎是市场预期增加人数的两倍 也是过去13个月中第12次超预期 但非能报告传递的信号并不一致 5月失业率意外不降反升 美国5月失业率落得3.7% 为2022年10月以来的新高 高于预期的3.5% 好消息是 工资压力正在减弱 这应该会让正在努力将通胀率拉回2%目标的美联储官员感到些许安慰 平均时薪即4月份增长0.4%以后 本月增长了0.3% 这使得工资同比增幅从4月份的4.4%降至4.3% 在疫情前 年平均工资增长率约为2.8% 不仅上个月的非农券人数大增 美国劳工统计局还将前两个月的就业人数进行上修 总之就业市场依然强劲 提供了更多证据 表明美国经济还非常有韧性 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就业增长至少会持续到今年年底 对于美联储来说 一个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最好的消息 因为它可能会适时的增加通胀压力 美联储可能需要再次扣动班级 美联报告在AI热策的推动下 科技股基金资金流入规模创新高 截至5月31日的一周 科技股基金吸引了85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由于投资者押注美联储将停止加息 再加上 他们认为科技股受潜在的经济衰退的影响相对较小 科技股今年已飙升32% 对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乐观情绪 在5月进一步提振了科技股 彭博报告认为 去年10月底ChatGPD的问世 给人工智能产业打了一针兴奋剂 整个行业都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谷歌 英伟达和微软都可能是AI繁荣年代的大赢家 木头姐的旗舰基金ARKK 在今年1月减持了英伟达的股票 完美错失了实施涨势 木头姐表示 英伟达的估值已经过高 因此把赌注压在了软件类股上 但是包括C3AI CrowdStrike Salesforce在内的多个软件股都表现欠佳 虽然财报的表现都超出预期 但未能像英伟达一样提供更高的业绩之力 引发了投资者的失望 资金方面 最新一轮的13F显示 亿万富温的加仓动向 数据显示 华尔街的亿万富温投资者 购入最多的人工正能股票 是半導体公司英伟达 而第二只受欢迎的人工正能股票 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网络安全公司 Cradstrike Cradstrike本周发布财报 营收和美股收益好于分析式的预期 与上一季度相比 该公司的执行力度有所提高 并且业务水平较上级度迅速复苏 财报结果反映了 随着Cradstrike的继续巩固市场份额 并在充满挑战的宏观环境下的持续改善 但和投资者的高预期相比 顶线增长趋势似乎没有带来更多的惊喜 Cradstrike在过去的几年里 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可能是最稳定的SaaS公司之一 其特点是巩固的高收入增长率 但在去年 公司调整了近期的增长预期 导致股价回调 短期来看 Cradstrike还没完全走出困境 也就是说 短期基本动态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即目前增长放缓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 大型企业客户的销售周期延长 以及在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下 小型公司的扩张活动紧弱 这些趋势似乎还没有结束 但公司手头拥有近30亿美元的现金 可以抵御这种风险 同时考虑到基本面改善的可能性 管理层在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 似乎比以往更加乐观 认为自己最近的竞争态势没有任何变化 预示着下半年可能出现转机 也就是说连续强劲的进度业绩 可能很快会重新出现 消息面上 Croadstrike已经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影响五级临时授权 这是国防部非机密资产的最高级别授权 产品来看 Croadstrike推出了一款基于生存性人工智能的IT安全分析师 可以大幅提高使用平台的安全团队的效率 国家来看 估值再一看似乎很激进 然而如果考虑到收入在未来三年内 可以以30%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 则估值的溢价会迅速减少 但鉴于上面所说的短期风险和中期看法 如果股价继续下跌 那么相信这位长期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有限的机会 来看下一家Lululemon Lululemon发布了2023年低级度财报 净营收时20亿美元 超预期 盈利增一半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中美市场需求强劲 中国市场增长了79% 现在成为公司的增长新引擎 鉴于优秀的业绩表现 以及中国美国市场的强劲需求 集团决定将整个财年 净营收区间上调1亿美元 至94.4亿到95.1亿美元 之前预计的是93亿至94.1亿美元 Lululemon一季度业绩超出预期 令人印象深刻 该公司还提高了2013财年的指引 在一个有问题的消费环境中 提高了他们的全年收入值得 这是我们本季度 没有从其他零售商那里所看到的 比起规模 速度或许才是支撑 Lululemon脱颖而出的关键 Lululemon的营收增速 也足以秒杀许多同行 不过公司也存在明显的压力 摆在Lululemon面前的长期难题是 如何在同行的猛烈攻势下 保持自己的优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Lululemon能崛起 靠的是于家福的品位优势 和女性经济的崛起 但是这两点都在被围攻 自从该品牌火了之后 包括阿迪达斯 耐克等在内的运动服装品牌 都上线了瑜伽服务 而且也越来越重视女性产品 高仿 冒牌的假Lululemon 也充斥在各大平台上 跟这些品牌相比 Lululemon需要考虑的是 公司产品本身真的有 护城河和不可替代性吗 面料和裁剪是消费者经常提到的 两个关于Lululemon的优点 不过鉴于Lululemon的产品 全都是代工生产的 其在面料等方面的技术和专利 也有很多掌握在代工厂的手中 也并不具备排他性的绝对优势 Lululemon也曾在年报中提到 竞争对手能够制造和销售 具有我们产品相似的功能性特征 面料和造型的产品 本身的大本营在被围攻 Lululemon也就得以试着扩张 去抢别人的地盘 产品方面 近年来Lululemon正在发力难装 公司的产品品类 也从单一的瑜伽服拓展到了鞋铝 羽绒服以及配饰等诸多品类 方西师认为 Lululemon具有远超同行的竞争优势 长期增长更均衡 盈利能力更强大 客户收入更高 国际战略也更加全面 在全球扩张 产品品类扩张和产品创新的驱动下 Lululemon将会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 冬天炒大鹅 夏天炒Lulu是我们的口号 总体来看 Lululemon的股价 一直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区间来回反复 所以高位可以考虑部分指引 最后 关于ChargePoint回答观众问题 公司发布财报 ChargePoint将亏损受带至每股15美分 收入特别增长59% 达到了1.3亿美元 但这标志着销售增长连续第四个季度方法 公司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运营 达到了政府政策和财政激励措施的大力支持 然而在过去的六年中 ChargePoint每年都有亏损 而且亏损还在不断的扩大 2023年的亏损是上市以来的最大的一次 是2022年亏损的两倍以上 2024年和2025年将继续亏损 预计2026年将有小幅盈利 一旦这个问题到的解决 预计上涨的潜力才会启动 短期来看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很快需要进一步加强 此外由于一系列额外的供应商将进入或扩大其产品 未来几年美国市场的竞争将十分激烈 该股票的投资者最希望的是 有一家财力雄货的制造业 能源或公用事业公司出价收购 希望在电动车充电市场上有所发展 总之目前来看 这是一项投机性的投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站稳4200点 标普500开启了新的真传 好消息是 其他股票有强烈的补涨要求 坏消息是 市场收益依然太过集中 这显然反映了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深度担忧 已深入股价 在过去30年间 唯一一次类似的情况 出现在2008年11月的经济危机 所以这份强劲的非农报告 让市场暂时忘却的衰退 利好偏多 总之这个周末 教育员分析师可以放松一下了 应该可以过个好周末了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